小朋友们你好 现在我们要学华文 先拿这本书 华文课本 然后去拿铅笔 好,请打开第十六页 小朋友们 现在老师要告诉你们各种各样的房子 等一下你们说一说 你们住的房子是哪一种 好 你知道这些房子的名称吗 你住在怎样的房子里 在格子里画勾勾 好,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片 这种房子呢 有两层楼 然后旁边还有别的房子 那我们把这种房子叫做 双层排屋 双层排屋 好,接下来呢 你们看这种房子呢 它的脚是长长的 所以呢,这种房子比较高 那我们叫它 高脚屋 来,跟着老师一起读 高脚屋 高脚屋 好,接下来呢 刚才上面的是两层楼 那这个房子呢 只有一层楼 旁边也还有别的房子 我们叫它 单层排屋 单层排屋 好 接下来 这种房子呢 很漂亮的呀 平时呢 它很大很大的 然后旁边 没有别的房子了 那我们叫它 独立市洋房 独立市洋房 好 接下来 这种房子呢 它很高很高 你们看 很高是吗 那我们叫它 主屋 主屋 主屋呢 就是 好 接下来呢 这种房子呢 它也像主屋一样 但是呢 这种房子 比较高级 那我们叫它 高级公寓 高级公寓 apartement 小朋友们明白了吗 那小朋友们 你们看看 你们住在哪一种房子 那你们把你们住的哪一种房子 你们画钩钩 比如说 老师住在双层排屋 那老师把双层排屋 画钩钩 好 小朋友们 你们坐好了吗 那好 小朋友们 我们先学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加油 再见